将是十月人气最高的新番 万众瞩目的《东京复仇者》第三季天竺片终于来袭 武道继一拳打贵大寿之后 再次迎来高光时刻 不仅一拳打飞了贺碟 更是代替Mike T率领冬万一50人VS天竺400人 随着未来的Mike T被职人一枪爆头 武道再次回到过去 在看了剧本后 他来到色谷地铁站决定去神奈川寻找变强的答案 横滨的移动高楼上 天竺的总长黑川依佐那下令让手下突袭冬万 准备上车的武道被密密麻麻的天竺众人包围 危机时刻 千东帮他拖住了大部队 可好不容易逃出来的武道又被天竺的人给劫住了 就在武道要被围殴时 阿敦带着小伙伴赶了过来 几人经过一番苦战以精疲力竭 而天竺的众人却越打越多 就在武道百思不得其解这个天竺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时 嬉笑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现在的他是天竺的总参谋 他告诉武道他要成立属于自己的东万 到时就算是Mighty也不得不认同他 说完嬉笑便坐上半剑的摩托离开了 这时 阿炳将晕过去的千东扔到了武道面前 下令让手下好好招待武道的人后 阿炳便前往了下个地点 绝境时刻 两辆摩托撵入了人群 两个天竺的小卡拉不知死活地想要教训萨义 萨也随手两拳便秒掉了他们 他怒气冲冲地来到武道面前 指着车上的拓也告诉武道 这是他在路边发现的 得赶紧送到医院去 就在武道一脸疑惑时 宝也拖着一人骑了过来 他笑盈盈地告诉武道 萨也是他的双胞胎弟弟 同时也是东万四番队的副队长 这便是和田兄弟 一个笑容之下藏着恶鬼心 一个怒容下却有着天使心 两兄弟让武道和千东坐上来 他们要反打回去 宝也询问千东是不是输给阿炳了 千东一脸不服气 表示这是自己被偷袭了 宝也告诉千东 他和萨也曾组成过一支名叫双恶的队伍 当时的对手就是阿炳率领的咒华武 由于两边队伍分不出高下 所以决定由总长单挑决胜负 可最后他们两兄弟都输给了阿炳 两兄弟发现路边有两个天竺若丹的人 让武道和千东在这等着后 便冲上去向他们打听情报了 心速地某个街角 三谷正在和阿炳单挑 就在他们打得难省难分时 灰谷龙胆走过来跟阿炳打了个招呼 与此同时 灰谷兰这个老六 从背后给了三谷一百砖 瑟谷的中央街 诗音带着直虎在猛奏东万的普通成员 另一边 阿胚刚从监狱探望完阿炳和异虎 准备回去时 天竺的人拿着武器将他包围了 对天竺突袭东万还毫不知情的Mikey 正坐在海边自言自语 伍道正在与千东讨论嬉笑 是否也是穿越着 和田兄弟走过来告诉他们 已经知道天竺的据点在哪了 四人来到了一处仓库 这里的天竺成员少说也有一百人 千东走上前准备和和田兄弟 比谁打倒的人数多 赫蝶看着人群中的武道却笑 他将手下全都叫了出去 一个光头见千东长得这么俊 瞅了好一会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赫蝶本来不打算正大光明的对决 但现在他改主意了 他要一条四 宝也很欣赏赫蝶 他站出来要与赫蝶单挑 但赫蝶却指明要和武道打 武道看着面前的赫蝶 总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 武道想起来了 这不就是小学二年级那个打架经常输的小货 武道想让赫蝶安排他和嬉笑见一面 有一件事情他无论如何都要找嬉笑确认 赫蝶表示他没有义务这样做 曾经武道是他的英雄 但现在他的英雄是天竺的总长黑川伊佐纳 两人现在是彼此的敌人 临走前赫蝶告诉武道 嬉笑是以天竺总摊默的身份呆在伊佐纳身边 要想见他 武道就只能攻过来 是武道首次与未来的大兽见面 也是未来的大兽第一次出手 在这个Mikey与其他东万成员死掉的未来里 黑川伊佐纳成为了东万的首领 被伊佐纳为命侍从的赫蝶干掉了武道 嬉笑则解决了职人 因为东万的队被天竺成员狩猎 Mikey和龙坚召开了紧急会议 千冬告诉龙坚 袭击一番队的是望月队 薄也补充道 率领这支队伍的是骤华武的前总长望月婉儿 估计是天竺的主力 三谷告诉众人 天竺的主力除了望月婉儿 还有灰谷兄弟 龙坚告诉Mikey 普通成员则是被班牧师英袭击了 武藤装模作样地告诉Mikey 师英也是S62世代的人 眼见东万与天竺的大战已无法阻止 在千冬的劝说下 武道准备再次回到那个糟糕的未来 在得知武道 从过去了解的情报后 职人建议武道直接叨了嬉笑 毕竟如果嬉笑也是穿越者的话 那无论武道怎么改变过去之后 也都会被他篡改 所以只能在过去杀掉他了 十二年前的嬉笑想要利用天竺夺取东万 可在现代 警方甚至都没听过天竺 并且嬉笑也死了 武道看见一张照片下标注着黑川伊佐那 他询问职人这个伊佐那究竟是什么人 职人告诉他 伊佐那是东万的干部 以前好像当过黑龙的总长 武道表示这不可能 他应该是天竺的总长才对 为了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武道与职人决定分头行动 职人准备去档案室详细调查黑川伊佐那 没什么头绪的武道 来到了当初与大寿决战的教堂 推门而入的瞬间 当初发生的一切如潮水般涌现了出来 可现在未来的情况却没有丝毫好转 想到此处 一股莫名的烦躁让武道喊出声来 这时 坐在侧边的一人发话了 你也是来替那小子祈祷的吧 他死后我每天都会来这里 也不知八戒在天国会不会仍是胆小鬼 大寿 大寿缓缓起身来到了武道面 武道带上职人与大寿见了面 三人来到了大寿开的餐饮店 武道询问大寿伊佐那为什么会当过黑龙的总长 大寿告诉他 创立初代黑龙的是佐野真一郎 而真一郎是Mikey的亲哥哥 初代黑龙式的传说 接连一代代传了下去 而伊佐那是黑龙八代目的总长 是S62世代的人物 比自己还要大两岁 他从黑龙隐退的三年后成立了横冰天竹 随后与东万起冲突发生了关东事变 这场抗争打了很久 最后是以双方合并落幕 首领左野万次郎 二把手嬉笑铁态 三把手黑穿伊佐那 就这样史上最坏队伍诞生 武道一脸不解 嬉笑不是死了吗 大寿反问职人 嬉笑真的死了吗 职人告诉武道 伊佐那势力很大 他派人篡改了警局的资料 将背负各种嫌疑的嬉笑弄到了海外 并且准备了替死鬼 让众人以为嬉笑已经死亡 现在Mikey已死 嬉笑又在海外 所以伊佐那成了东万实质上的总长 大寿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Mikey对伊佐那 寄予了比龙间更深厚的信任 就在这时 可可和清宗带着东万的人闯了进来 他们奉伊佐那之命前来灭口 大寿轻蔑一笑 就凭你们也配做我的敌人 一个至今放不下黑龙 一个做过黑龙的钱包 将仇恨引到自己身上后 大寿让武道和职人从后门逃跑 并且拜托职人查清八戒死亡的真相 东万的小卡拉 还想要上前阻拦 大寿直接一拳秒杀了武人 武道停下来叫住了职人 他要回去找可可和清宗了解 更多关东事兵的情报 就在这时 身旁的巷子里嬉笑将枪对准了他 伊佐那从巷子里走出来质问嬉笑 职人应该是由我来杀的 伊佐那静止来到了武道面前 不等武道想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伊佐那又把贺蝶叫了出来 见两人已被解决 伊佐那等人准备离开 在这最后时刻 职人对武道说出了心里话 第一次见到武道时他很绝望 心想居然要把一切都交给看起来毫无出息的家伙 姐姐到底是喜欢这家伙哪里了 但看着不断失败的武道 他觉得英雄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无论失败多少次都不会放弃 最後の拍手 僕の誇りです 最後の拍手です やっぱり 死ぬのは後輩ですね さあ 僕の意義があるうちに 最後になんてさせねえ 俺は絶対に 諦めろ これは武道首次来到Mighty家 也是他第一次 与东万五番队产生交集 不仅见到了Mighty后期的心腹 三途春千夜 更是被武藤揍了一顿 而武藤在背叛Mighty的这一刻起 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在未来的职人即将咽气的最后一刻 武道握上他的手 再次回到了12年前 把小职人叫出来后 武道紧握他的手想要回去 可握了半天却没有丝毫反应 这下武道终于确定 未来的职人已经死了 武道以为站在他跟前的 还是小职人 于是将他与职人的出自相识 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都讲了出来 可现在 他已经无法回到未来了 就在武道自冤自意准备自我了结时 日向靠在了他的背上 大好き 武道顿感不妙 刚刚自己将未来发生的一切都讲了出来 日向询问武道的真实年龄是多大 武道如实回答 自己已经26了 日向表示 自己还想知道在未来武道有没有向他求婚 武道尴尬地表示自己一直有这个想法 就这样与武道待了一夜后 日向准备赶在爸妈醒来前回去 武道急忙叫住了他 希望他能够将未来的事情保密 武道重然斗志 他决定先不管嬉笑 接下来优先处理伊佐娜 要了解Mikey后面 为什么对伊佐娜寄予了比龙坚更深厚的信任 路过的龙坚见武道一个人在这 决定带他一起去找Mikey 两人来到Mikey家时 正在吃早饭的Mikey 让两人在房间等他 龙坚带着武道来到了Mikey的房间 这里原本是仓库 以前龙坚和Mikey经常待在这里 看真一郎改造机车 在武道参观的差不多时 Mikey进来了 他告诉武道 自己已经见过伊佐娜了 龙坚补充道 伊佐娜曾是黑龙的八代目总长 而Mikey的哥哥真一郎 则是黑龙的创立者 所以在跟九代目黑龙开打前 Mikey征询过真一郎的意见 真一郎让Mikey放手去做 黑龙本就是为了他而留下的队伍 这时 艾玛端着茶进来了 见众人在讨论伊佐娜 他拿来了真一郎的遗物 里面全是伊佐娜寄给真一郎的信 Mikey在看了其中一分后 便骑着摩托出去吹风了 龙坚拿过一看 只见信上充斥着伊佐娜 对Mikey的嫉妒与憎恨 龙坚想起来了 东万刚成立时 九代目黑龙总长班牧师英曾说过 黑龙要继承八代目的意志 看来当时九代目黑龙去找一壶的茶 是伊佐娜为了瞒着真一郎 打倒Mikey所做的安排 现在真一郎不在了 所以他就组成天竺亲自动手 将情报与千冬共享后 武道决定叨了嬉笑和伊佐娜 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那个糟糕的未来 接下来他准备单独行动 此言一出 若在门外的阿敦等人冲了进来 他们纷纷表示要与队长共存亡 就在武道准备召开一番队的作战会议时 一人来到了楼下 他就是武番队副队长三图春千叶 只是现在的武道并不认识 见车里坐着的是武番队队长武藤 千冬顿感不妙 就在这时 埋伏在周围的武番队众人将千冬等人按在了原地 武藤则一拳打飞了武道 见武道还能动 他拎起武道持续挥拳 直到武道失去意识 他才停手 让三图将武道带走 武道醒来时已身处在一间废弃的厂房 三图开灯后 他才看清被绑到这里的除了自己还有清宗和可可 原来武道与Mikey的初次相遇 竟是武藤无意间促成的 武道被轻将打实 Mikey和龙坚之所以会来 是因为武藤告诉了他们轻将是叛徒 武番队是专门负责清查叛徒的 所以清宗认为武藤将他们抓来 是怀疑一番队有问题 因为伊佐纳担任黑龙八代木总长时 自己做过他的亲信 武藤让他们不用瞎猜了 之所以跟武道讲这些 是因为这个环节不影响任务 武道这才反应过来 赫迪让他小心的叛徒就是武藤 武道质问武藤为什么要背叛Mikey 武藤淡淡道 要是先遇到的是Mikey 或许情况会不一样 这一刻 三图想到人的眼神藏不住 武藤将他们三人绑来是有理由的 可可是个赚钱天才 但他只听清宗的话 而清宗又追随了武道 所以武藤想在这里解决清宗和武道 这样没了追随对象的可可 就只能加入天竹 有了可可的生财能力 再加上嬉笑的头脑 和Mikey的领导魅力 伊佐纳将打造出最强的犯罪组织 S62世代的他们都成年了 不打算再玩暴走族这些小鬼游戏 武藤让可可二选一 要么加入天竹 要么清宗和武道死在这里 就在可可要做出选择时 武道站了起来 他告诉武藤 可可是一番对的 自己绝不会把部下交出去 这一刻 清宗从武道身上看到了真一郎的影子 武道深吸一口气 随后猛地冲向武藤 和他双手背绑 武藤一脚就将他踹倒了 武藤提起他 对着他的脸左右开弓 打泪之后 一把将武道甩在墙上 然而武道又冲了过来 见武道被按在墙上打 清宗也冲过来想要帮忙 武藤用武道砸倒清宗后 又对清宗开始了持续挥拳 见清宗失去意识 可可终于坐不住了 他告诉武藤 自己会加入天竹 但必须要放了武道和清宗 武道醒来时 他和清宗已被扔到了垃圾堆 这点小伤对武道来说是小意思 他甚至还能背着清宗走 见清宗醒了过来 武道对他承诺自己一定会带回可可 之前武道一直认为 可可和清宗不是好东西 但通过此次事件 他觉得清宗和可可都是好人 清宗让武道放他下来 他要带武道去一个地方 这是他和可可的秘密基地 可以简单地处理下伤口 这里原本是真一郎的店 每次他修车时 都有人毕恭毕敬地站在他身后 等他干完活 众人就会围在一起谈天说地 清宗很憧憬这样的帮派 所以他后来加入了八代目黑龙 这一代的总长是伊佐纳 从这一代开始 黑龙无恶不作 经常与同样被称为 极恶世代的那群人聚重斗殴 清宗也在一次斗殴中进了少管所 等他出来时 诗音带领的九代黑龙 已被Mikey等人成立的东湾打败 他担心黑龙会就此瓦解 所以投靠了柴大兽 后面的事情五道也知道了 昨夜真一郎和场地归界之后 昨夜爱马也离Mikey而去 此时Mikey离彻底废话 只有一步之遥 嬉笑为了让伊佐纳成为Mikey 唯一的依靠从而达成 方便自己操控的东湾 他竟罕见地选择亲自动手 爱马很小的时候 他妈妈就把他丢到爷爷家不管了 从那以后 他就和Mikey以及真一郎 生活在了一起 真一郎嘲笑Mikey不懂女人心 他让爱马跟自己出去玩 爱马经常来武馆观摩同龄人训练 因为爷爷是开武馆的 所以爱马经常能看到 同龄人在这训练 其中步伐就有场地 而在这里最强的就是Mikey 没怎么训练的 他却能轻松用出飞梯 果然Mikey从小就具备成王的资质 而这充满杀气的眼神 注定他今后只能走修罗之路 两人发现了躲在门后的爱马 得知爱马是Mikey同父异母的妹妹后 长递建议Mikey 也给自己取个英文名 这便是Mikey这个名字的由来 两人嘻笑打闹时 爱马突然哭了 Mikey以为是名字的事 于是安慰他 从今以后自己会一直叫Mikey 这样他的名字就不会奇怪了 清宗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 也会穿上东万的特工服 早在盛夜决战结束后 他就曾找到Mikey 希望能让舞蹈继承黑龙十一代总长 因为正面对抗大寿的舞蹈 有初代的影子 有做总长的气量 只不过当时Mikey没同意 他认为舞蹈是自己的 他不会把自己的东西让给任何人 但现在这个问题完美解决了 舞蹈主动继承了十一代黑龙 并且兼任东万一番对队长 得知武藤被判后 Mikey和龙坚召开了紧急集会 八戒告诉众人 三谷和宝也在来的路上 被天竹的人偷袭了 现在还躺在医院昏迷不醒 这样下去东万会输 一番队满身是伤 二次番队的队长重伤昏迷 三番队队长缺席 五番队全员背叛 此言一出 众人纷纷表示要学天竹 用阴招以牙还牙 阿佩让众人都闭嘴 当初他就因为阿帕被抓 偷袭过龙间 可后来Mikey还是原谅了他 所以他才能站在这里 这次他想打一场Mikey认可的 这便是Mikey的领导魅力 仅一句话便让低迷的士气 瞬间高涨 决战日的清晨 清宗带着五道 再给真一郎上坟 这时伊佐纳走了过来 没想到在黑龙创立的这天 诞生了十一代总长 清宗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质问他把可可怎么样 伊佐纳表示 他没把可可怎样 可可是自愿加入进来的 就在清宗要动手时 此时另一边 半间和嬉笑也准备出发了 伊佐纳与Mikey约定 今晚八点在横滨码头做个了结 艾玛告诉五道 虽然Mikey不会在众人面前 露出自己软弱的一面 但他其实还只是个 不抓着毛毯就睡不着的小孩 所以当他内心紧绷的弦断掉时 自己一定会拯救他 就像当初他拯救自己一样 五道突然想到了什么 明明有艾玛在 为什么未来的Mikey还会飞话 等等 未来艾玛有出现过吗 就在这时 半间骑着摩托带着嬉笑冲了过来 五道还以为攻击的是自己 然而嬉笑直接越过了他 全力挥动钢管打在了艾玛头上 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Mikey背着艾玛朝着附近的医院走去 见艾玛醒了过来 Mikey不停地跟他说着小时候的事 说完这句话 艾玛便没了呼吸 Mikey有一个一直藏在心里的梦想 那时龙间已经和艾玛结婚了 有天他去艾玛家玩 吵醒了宝宝 惹得艾玛大发雷霆 拿着平底锅追着他跑 这是东湾的至暗时刻 与天竺的大战在即 总长的妹妹被奸人所害 总长违米不振 副总长情绪失控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此刻 正坐在楼顶悠闲的吹风 嬉笑认为 立于万人之上需要的不是头脑 是脸面 而Mikey的脸面是统领众人的最佳媒介 为了让Mikey为他所用 第一步需要除掉龙间 所以他利用了轻将 可就在计划要成功时 武道救下了龙间 他的下一个计划是组建巴刘罢罗 让Mikey做首领 这一次又有场地从中作梗 所以他利用一虎刺杀了场地 可最后计划还是失败了 所以最后一步便是艾玛 看着Mikey不断失去所爱之人 他那颗空虚的心就会倍感亢奋 伊佐纳询问他 明明可以指使他人 为什么要亲自动手 嬉笑没有回答 他反问伊佐纳 面对刀了妹妹的人 你关心的只有这个吗 伊佐纳表示 艾玛并不是他的妹妹 在福利院的十年间 只有真一郎探望过他 真一郎所爱的其他人都该消失 伊佐纳认为现在的Mikey 就和他一样空虚至极 他会亲自去驯服Mikey 此刻医院内 龙间正在为艾玛守夜 房间外Mikey斜靠在墙上身无可恋 武道站在他面前欲言又止 这时龙间走了出来 他让Mikey跟他出来一下 来到外面 他询问Mikey发生了什么 见Mikey一言不发 他抬手就是一拳 他质问Mikey 为什么有他在还会发生这种事 武道连忙跪了下来 是我的错 我离他最近却没保护好他 这不是Mikey的错 要打就打我吧 龙间没听到似的继续扭踪Mikey 武道连忙抱住了龙间 可龙间依然没有停手 阿帕进橘子了 想地死了 一虎也被捕了 武道终于明白了 未来龙间会被抓 就是去给艾玛报仇了 而未来Mikey会堕落 就是因为无法接受这一切 此刻集合点内 千东和阿敦正在联系Mikey与武道 可这两人的电话都关机了 就在这时 轻松赶了过来 武道告诉Mikey 马上就要与天竹决战了 如果没有他的号令 众人无法行动 见Mikey没什么反应 武道又告诉他 杀害艾玛的是嬉笑 但嬉笑肯定准备了替却羊不会被抓 见Mikey依然无动于衷 武道决定 就算只有他艺人 他也要和天竹打 在出发之前 武道决定先哄好女朋友 他在墙角表演了一段手指舞 但日向显然没这个心情陪他玩 武道告诉日向 他曾这样安慰过一个小孩 但那个小孩反而哭得更厉害了 他知道这样很无聊 但这就是他 26岁的他 曾经他过着不断逃避的人生 但现在他必须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武道出来时 千东也在门口等着了 来到集会地点 千东告诉众人 因为总长妹妹去世 总长和副总长无法参加今天的决战 此言一出 众人纷纷打起了退堂鼓 千东也表示 今天不该打 没有首领的队伍就是乌合之众 就在这时 武道告诉众人 今天必须打 众人顿时炸开了锅 在他们看来 武道只是个新人 就算是一番队队长 也没资格号令东万 众人的反应也在意料之中 不过武道本来就打算一个人去 就在这时 阿敦站了出来 他告诉众人 每次都只有武道不会逃跑 他们一番队愿意与队长共存亡 萨也推着保野走了过来 不愧是五小道 不打赢得了的架 三谷复合道 因为他是个笨蛋 向来不逃 三谷让武道将萨也和八戒也带去 千东对着众人喊道 虽然这场战斗没有胜算 但如果现在选择逃避 东万就完了 我们要去证明 哪怕没有Mikey 东万也不会输 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讲 让众人重燃斗志 在武道的带领下 众人热血沸腾的 向着决战那点走去 是天竺片高然的开端 武道带领东万 以武士人BS天竺四百人 阿佩一拳秒掉诗音 拿下了魁战首证 众人纷纷替武道开路 只为能让他去到西校那 决战当晚 为了见证今晚的历史时刻 伊佐纳将东京 所有不良的首领都请来了 看他们的表情肯定是自愿的 伊佐纳甩了甩手 感叹现在不良的首领实力 都太弱了 赫迭告诉伊佐纳 已经十点了 东万的人估计不会来了 世音表示 他已经派手下 偷袭了三谷和宝尹 武藤拉拢可可时 解决了一番对 男姐和龙胆没有说话 三徒正在思索 该如何叨了武藤 半间调侃道 现在东万的人估计都在首领 阿炳表示 他看不惯这种做法 武藤告诉伊佐纳 东万已经完了 S62被称为 极恶世代的他们所遗失的梦 就交给伊佐纳和天竺来实现了 伊佐纳欣然答应 在与伊佐纳擦肩的瞬间 赫迭想起了他小时候 伊佐纳的约定 伊佐纳意气风发地告诉众人 天竺接下来会迈向更高的舞台 他们要带领全东京的不良 与成人的地下社会交锋 对方是黑道也无所谓 阻我折死 灰谷兄弟认为 Mikey不在 东万肯定不会来了 西校表示 那家伙一定会来 众人纷纷看向他想要知道这人是谁 西校没有说话 他比了个手势 让众人安静 伊佐纳很期待接下来的决战 他倒想看处于明显烈势的 东万怎么突破悬殊的人数差距 在开打之前 伊佐纳提议先打一场魁战 就在阿炳摩拳擦掌 准备代表天竺出战时 石英抢先走了出来 他大叫着告诉东万 自己是元黑龙九代目总长 天竺四天王斑目石英 就在武道准备代表东万出战时 阿培走了出来 阿培正要自我介绍 石英凑上来打断了他 此时天竺众人都认为阿培输定了 毕竟石英可是天竺首屈一指的疯狗 众人话音刚落 便立马打脸了 阿培一拳就让石英又睡过去了 这一拳不仅看待了天竺众人 就连伊佐纳也大感意外 看着这么有干劲的东万 伊佐纳一脚踩在石英头上 你和两年前一样毫无掌劲 和输给了Mighty毁了黑龙的那时候一样 我看不是Mighty很强 而是你太弱了吧 这样下去连天竺都要被人看扁 此时阿培正在人群中一路碾压 根本没有人能阻挡他的步伐 伊佐纳推开小卡拉来到了阿培面前 阿培兴奋地跑向伊佐纳 势必要拿下大将的手机 伊佐纳很满意众人的表情 早在少年院的时候 伊佐纳就与众人一起殴打过管理人员 那时他就与众人约定 今后在聚首前 大家要变成更强的恶人 接下来轮到极恶世代出场吧 阿炳想要舞蹈当他的对手 搞笑四人组挡在了舞蹈面前 就在这时 千东跳起一脚踹到阿培 到了上次被偷袭的仇 灰谷兄弟找上了八戒和萨语 舞蹈要继续前进时 赫蝶挡在了他面前 清宗则被武藤挡住了去路 就在他以为是跟武藤打时 可可从身后给了他一拳 清宗让可可不要再装了 自己来接他回去了 可可表示 东万赚不了钱 来天竺吧 位置给你准备好了 来了就能当干部 今天东万必说 听我的吧 我不会亏待你的 清宗让可可把手拿开 他已经把命和黑龙托付给武道了 所以是不会加入天竺的 你知道可可为什么被称为赚钱的天才 清宗脸上的疤痕又是怎么来的吗 众所周知 可可一直跟着清宗行领不离 其实这并不是他对清宗有什么异样的感情 虽然他曾没忍住偷偷吻过清宗 但这都是因为清宗长得太像赤蝶了 赤蝶是清宗的姐姐 比两人大五岁 可可从这时起就喜欢赤蝶了 时不时就会盯着人家的腿看 他想要帮赤蝶拿包 但赤蝶玩具了 因为赤蝶和可可要去图书馆 所以清宗就先回去了 图书馆内 可可发现赤蝶推荐他看的这本书是成年人看的 他想要问赤蝶却发现他已经睡着了 可可看着赤蝶 发现他虽然跟清宗长得差不多 但却很漂亮 看着赤蝶的樱桃小嘴 可可咽了咽唾沫 他捏手捏脚的来到赤蝶身旁 俯身嘟嘴准备吻下去时 赤蝶告诉可可 接吻是要和喜欢的人才可以 他比可可大五岁 可可觉得这无所谓 身高不是距离 年龄不是问题 将赤蝶送回家后 可可突然叫住了他 告白成功的可可兴奋地朝着家里跑去 两个路人的议论让他停下了脚步 可可朝着两人议论的方向看去 只见赤蝶家冒起了滚滚黑烟 他赶到时 现场以火光冲天 得知并没有人逃出来 他不顾周围人的劝阻 扔下书包一脚踹开了房门 用外套户头捂住口鼻后 可可便朝着赤蝶的房间走去 两分半钟后 他背着个人走了出来 赤蝶后来也被消防员救出来了 但他烧伤得太严重了 要想彻底治好需要四千万 轻松告诉可可 他们家还要还房贷 根本付不起这笔钱 从那以后 可可开始拼命学习经济学 可不管他怎么钻研 都不可能以未成年的身份 短时间内获得巨款 受到新闻启发的 他决定染指犯罪 在熟读刑法后 他召集了一群坏小鬼 唾使他们去偷到勒索 只要按照他的指示做 就绝不会被抓 尝到甜头后 那群坏小鬼非常开心 在他们的宣传下 可可的名气越来越大 仅仅一个月就组成了一支 颇具规模的盗窃团 但小鬼终究是小鬼 再怎么也只能弄到几十万 离四千万还相差甚远 为了弄到更多钱 他用数十万伪造了一张假卡 拿到了顶级俱乐部的VIP 接触到有钱人后 他通过替对方摆平 生意上的纠纷 获得了稳定的裁员 就在一切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 清宗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 赤银他去世了 得知这一消息的可可如遭雷击 他偷偷来到了医院里 抚摸着赤银的脸颊 巨大的愧疚感涌上可可心头 清宗一拳 将可可从回忆中打起 可可一脚踢倒清宗 他让清宗不要用那张脸瞪他 这些年只要有钱他什么委托都接了 传出名声后 就有各色各样的人接近他 最开始是黑穿衣佐纳 然后是斑木诗英 灰谷兄弟以及柴大寿 这些人接近可可的目的都很单纯 无非是为了钱 可可认为清宗也跟那些人一样 为了重建黑龙也没少利用他 可可突然给清宗来了个摸脸杀 清宗让可可清醒点 赤银已经死了 可可当然知道赤银已经死了 但他无法回头 他已经把自己的命交给添竹了 现在清宗是他的敌人 清宗还想再说什么 武藤走出来让可可退下 接下来他来当清宗的对手 另一边 武道挥拳冲向赫蝶 此时的他还为挥福尔时的初心 并不是赫蝶的对手 但同样的赫蝶也无法彻底打倒武道 千东想要去帮忙 阿炳抓住他肩膀 对着他的面部就是一拳 看着下方胶着的战况 西校很不满天竺的表现 伊佐纳告诉西校 他曾在少管所大闹一场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打倒在地 但有一群人撑到了最后 他们与伊佐纳一样都是13岁 当时阿炳是因为妨碍公务被抓的 他一人干掉了一个帮派 还顺手将赶来的警察给揍了 武藤则是用过肩摔 把人摔在水泥地上瘫痪 且对方是个会综合格斗的黑道 现在他将这招用在了清宗身上 灰谷兄弟犯的是伤害致死罪 这两兄弟对当时东京最大的帮派 狂击的首领发起单挑 哥哥灰谷兰跳起一个飞梯 便秒了对方总长 弟弟灰谷龙胆锁住了副总长的关节后 灰谷兰疯狂殴打其面部 导致了气头盖骨骨折 尽管被送医急救 但这位副总长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死了 面对极恶世代齐聚一堂的天主 东万再怎么挣扎都是徒劳 灰谷龙胆压低身姿 准备抱住萨也的大腿 关键时刻 八戒一拳打开了龙胆 与此同时 灰谷兰也给了萨也一甩棍 趁着八戒分心 灰谷龙胆一个扫腿将他绊倒 随后扭断了他的关节 就等着这一刻的灰谷兰 又给了他一甩棍 相比灰谷兄弟的默契配合 萨也和八戒毫无默契 他们不仅毫无默契 甚至还吵了起来 两人纷纷感叹 要是最懂自己的人在这就好 千冬早就料到会这样了 毕竟他们俩都是被宠坏的老妖 趁着两人在吵架 灰谷兄弟再次冲过来料到了两个 经常打架的都知道 千万不要跟哭了的人打 这种人哭得越凶打架越狠 这俩人不信 非得当个反面教材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宝也被几十个中学生围殴 弟弟萨也当即就哭了 等他回过神时 那群中学生已倒地不起了 从那以后 他就和哥哥宝也约定 以后再也不哭了 但今天萨也可能要打破约定了 面对灰谷兄弟的默契配合 毫无默契的萨也和八戒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龙胆锁住萨也直接扭断了他的关节 凄厉的惨叫过后 萨也已经站不起来了 接下来轮到八戒了 龙胆锁住他的双手后 灰谷兰一棍打在了他脸上 并且还在持续不断地输出 这样下去八戒会有生命危险 想到此处 萨也放声大呼 限制解除 轻轨现身 这种状态下的他 比哥哥宝也要强一百倍 灰谷龙胆虽然很疑惑萨也 为什么还能走动 但想到萨也的右臂和左腿折了 他也就没放在心上 灰谷兰若有所思 他劝龙胆不要大意 但龙胆此时已经上头 他非得去折断萨也的另一根腿 他冲过去快速抱住萨也 准备故技重施时 却发现对方纹丝不动 萨也告诉龙胆 哥哥之所以不让他哭 是因为会闹出人命 察觉不对的灰谷兰 让灰谷龙胆赶紧撤退 但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萨也一拳便秒掉了灰谷龙胆 来不及悼念灰谷龙胆 因为接下来轮到灰谷兰了 萨也如鬼魅般来到了他身后 同样的一拳秒掉了他 看见这幕的天竺众人都吓傻了 灰谷兄弟竟然被秒了 弘样难以置信的还有阿比 他本来还近灰谷兄弟三岁 可这两人竟然被他曾经的手下败将给秒了 他抛下正在与他打的千冬 来到了萨也面前 他想知道萨也是怎么秒了灰谷兄弟 话还没说完 萨也便一拳让他闭了嘴 这时武藤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原来你这是东湾的飞马 武藤抓住萨也 准备用他的拿手绝活将萨也摔绑在地 然而萨也在半空中勾住他的脖子反将他摔在了地上 就连伊佐那都被眼前的这幕惊住 萨也一人就秒了四天王 他回头看向武藤 武藤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输了 早在Mikey收服他的时候 他就告诉过Mikey 他有个无论如何都无法舍弃的东西 武藤想到了出发前 伊佐那给他画的骨 而戏班的打架就到今天为止 等我们击垮东湾后 我会带你们所有人到更高的地方 武藤站起来叫住了萨也等 他的手中已经握了一把短刀 就在武藤要被武藤刺中时 赫迭赶来单手抓住了刀刃 赫迭不在废话 一拳打在了武藤腹部 不要连你都被天主感染 武藤对赫迭表达了感谢 赫迭让武藤不要误会 他并没有要帮武藤的意思 誓死追随之人 纵向地狱而行为随他而去 我已不是当初的我 我是天主四天王之首赫迭 看见这幕的依佐那不禁感叹 与赫迭相母 其余的四天王就想砸兵 果然天主的主力只有他一人 小时候赫迭打架经常输 每当这时 武藤就会安慰赫迭 自己会帮他报仇的 但赫迭婉拒了他的好意 他要自己报仇 因为他想变强 武藤询问赫迭到底发生了什么 赫迭一拳打向武藤 现在的我和小二十已经不同了 我可没想跟你叙旧 你不会明白孤儿间的情谊 可可告诉青宗 你说你在武藤身上看到了黑龙的未来 但这就是现实 武藤会输 东万全倒下了 天主即将获胜 就在赫迭准备离开时 武藤再次站了起来 你还是和那时候一样 挥着小学二年级的拳头 看见这幕的青宗坚信武藤不会输 因为能秒掉轻轨的赫迭也秒不掉武藤 武藤问赫迭为什么要认一左 那这种派人叨了自己妹妹的人 扎为英雄 赫迭表示 虽然有实力的人不见得是英雄 但他心中的英雄就是一左呢 就在赫迭准备挥动下一拳时 千冬挡在了两人面前 他眼含泪水地告诉武藤 已经够了 是东万输了 武士对四百本就是赢不了的价 所有人都倒下了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一左那催促赫迭赶紧解决武藤 武藤告诉一左那 小赫是赢不了我的 看眼神就知道 他没有必胜的觉悟 这是王与王的对决 天竺总长黑川一左那 即将以东万总长 左野万次郎 展开巅峰对决 武藤带着守护迈克的信念 挥拳冲向一左那时 却突然停了下来 他缓缓举起了右手 因为迈克终于来了 与他一起来的 还有龙坚和日向 时间回到不久前 日向小心翼翼的 来到Mike面前 他告诉Mike 武藤觉得自己 本该能救到艾玛了 龙坚打断了日向 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搞不懂日向 怎么和武藤一样 开始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这时候就让他们两人静静的 日向告诉两人 不仅艾玛 武藤还想着其他人 我也会死 死于12年后 武藤从未来回来 就是为了阻止这件事 虽然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但这都是真的 因为他是那么的拼命 他知道大家的未来 他想拯救大家 过往的一幕幕 如潮水般涌入了Mike的脑海 他终于明白 武藤为什么每次都能奋不顾身了 此时决战地点 武藤正被嬉笑拿枪指着 看见这幕的众人都惊呆了 嬉笑这个老六不讲武德 居然用枪 可就算被枪指着 武藤依然毫不畏惧 他想到了在未来 和过去死掉的众人 是大家的心意 给了武藤勇气 所以他才能无所畏惧 嬉笑怂了 他这一枪 打在了武藤脚背上 武藤质问嬉笑 朝脚开枪是杀不死我的 你有多少不能输的理由 我没有Mike的领导魅力 不像可可和职人那么聪明 打架也没有龙坚那么厉害 所以我能做的只有不放弃 死也不放弃 嬉笑再次将枪对准了武藤 武藤丝毫不惧地正面硬刚 你倒是动手啊 很简单吧 就像你杀爱马那时一样 嬉笑缓缓放下了枪 此时武藤因为脚背重弹 已站不起来了 这是阿敦走过来扶起了他 萨爷等人也重新站了起来 千冬一脸深情地看向武道 还好是你继承了场地哥的遗志 千冬告诉嬉笑 他虽然很想宰了嬉笑为场地哥报仇 但这只是小鬼间的干架 不是互相厮杀 这番话将武藤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感叹这就是天竹与东万的差距吗 嬉笑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告诉众人 你们败局已定 对上武道等人坚定的眼神后 嬉笑放缓了语气 东万就这么完蛋了也行吗 武小道 嬉笑提议和解 东万与天竹合并不分上下 对名依然叫东京万会 总长也还是Mike 武道让嬉笑站起来 他并不想和解 嬉笑问武道为什么要一直跟他对着干 武道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告诉嬉笑 之前他一直想不明白 未来被判死刑的龙间 即使能重来也要刀了嬉笑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 龙间在未来之所以会成为死球 是替爱马去报仇了 可最后还是被嬉笑给算计了 武道挥拳冲向嬉笑 就在这时 伊佐纳推开嬉笑挡下了这拳 武道挥拳冲向伊佐纳 伊佐纳用秒了阿佩的那招 一脚踹飞了武道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武道并没有像阿佩那样 被他一脚秒掉 武道再次向着伊佐纳走去 他也想明白了 为什么未来的Mike会黑化 是伊佐纳等人逼疯了Mike 看着如此顽强的武道 伊佐纳从他身上看到了真一郎的影子 尽管伊佐纳使出了权力 但武道依然没有倒下 武道带着守护Mike的信念 挥拳冲向伊佐纳时 却突然停了下来 他缓缓举起了右手 因为Mike终于来了 与他一起来的还有龙间和日向 龙间告诉Mike 天竹还有两百人能动 Mike一脸轻松 那就二对二百了 此言一出 天竹的小卡拉瞬间炸开了锅 纷纷觉得Mike太小看他们了 是熟悉的Mike 见Mike还是往常那个自信的Mike 众人都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看着重燃斗智的众人 武道对日向表达了感谢 因为自己没能让Mike和龙间振作起来 是日向的诚恳打动了他们 日向告诉武道 诚恳不足以让人行动 是你奋不顾身的身影感动了大家 东万的欢声笑语 在伊佐纳尔中就是噪音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了Mike 这是黑川伊佐纳 与佐野万次郎的巅峰对决 那年他双手插兜 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 趁着两人在叙旧 龙间告诉武道 虽然他觉得武道穿越者的身份 听起来很不真实 但看在武道一直以来 那么拼命的份上 他信了 场上Mike率先发动了攻击 见Mike竟然被人踢倒 东万的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半间更是吹起了口哨 这便是黑川伊佐纳的魅力 他拥有神乎其神的战斗才能 喜欢用暴力解决一切 Mike再次攻向了伊佐纳 伊佐纳挡下Mike的踢击一拳 打在了他的眼眶上 Mike硬扛下了这拳 他质问伊佐纳为什么要刀了艾玛 很久之前 伊佐纳与贺蝶正在孤儿院里玩耍 老师走过来告诉伊佐纳 有人来找他了 贺蝶猜测可能是他的妈妈来了 伊佐纳兴奋地朝着门口跑去 然而打开门后 映入他眼帘的却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男人说自己叫佐野真一郎 是他的哥哥 跟院长说明情况后 真一郎将伊佐纳带了出去 见贺蝶躲在柱子后面偷看 真一郎问他要不要一起跟去 设恐的贺蝶摇头拒绝了 真一郎骑着机车带着伊佐纳兜风 告诉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骑车是最棒的选择 真一郎问伊佐纳喜不喜欢 鲦鱼烧和铜锣烧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真一郎满意地笑了 这一刻 伊佐纳心动了 原来自己也有哥哥 并且他只属于自己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真一郎带着伊佐纳一起恶作剧 告诉他不良该如何穿着打扮 离别前 真一郎送给了他一个打火机 回来后伊佐纳立马跟贺蝶 分享了今天的事 贺蝶也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伊佐纳告诉贺蝶 下次真一郎要带他去见妹妹 但他只想维持现状 这样真一郎 就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哥哥 几年后 从少馆所出来的伊佐纳 没有理会贺蝶 而是第一时间 来到了真一郎的修车店 真一郎让青宗帮忙看店后 便跟着伊佐纳出去兜风了 伊佐纳问真一郎 可以让他继承下一代黑龙吗 他想守护哥哥真是的东西 真一郎告诉伊佐纳 能让弟弟将黑龙传承下去 一直是他的梦想 他是想哪天把黑龙交给伊佐纳 和Mikey共同继承 这一刻 伊佐纳感觉自己失宠了 他眼里的世界开始扭曲 原来真一郎不是他一个人的哥哥 又过了几年 嬉笑找到了落魄不堪的伊佐纳 在嬉笑的唆使下 他决定成立横兵天竹 伊佐纳告诉Mikey 真一郎不仅没成为他理想中的专属哥哥 并且之后还被一虎捞了 所以他让Mikey化成灰 把Mikey变成真一郎 见Mikey一直在挨打 五道以为是爱马的死 导致他没发挥平常的实力 龙坚告诉五道 Mikey是全力以赴的 但黑川伊佐纳也很强 赫蝶告诉两人 伊佐纳的强大源于孤独 他十二岁时 曾被一群比他大的人堵了 那群人将伊佐纳的打火机 抢走并踩碎了 最后伊佐纳被他们围殴打进了医院 伊佐纳康复后 他一个个找上门 将之前群殴他的人打得半死不活 那群人的老大更是被他威胁 只要你还活着 我就要把你的同伴和家人 以及与你有关的所有人 都打得爬不起来 后来那个首领承受不住 压力上吊了 一般人打架不会下死手 但对他人毫无兴趣的伊佐纳不同 那是往死里打全脑 Mikey反问伊佐纳 对别人没兴趣 那为你而战的同伴也是吗 伊佐纳告诉Mikey 他们只是利用我而已 把我视为能让极恶世代 抓紧世代的神教 别以为是东湾那种小鬼过家家 天竹只有恐惧和利害关系 信赖和友情都是空洞的幻想 武道发现伊佐纳的动作 变迟钝了 容坚补充道 毕竟他接了Mikey那么多下踢机 他的手脚应该快废了 Mikey问伊佐纳 你是认定自己有多孤独 伊佐纳访问Mikey 真一郎和爱马死了 你不也是孤身一人 在很久之前 真一郎就问过Mikey 假如你还有一个哥哥 你会怎么想 Mikey仰头橙色片刻后 告诉真一郎 那我肯定会喜欢他 感觉到烦躁的伊佐纳一脚踢向Mikey Mikey淡定地躲开踢机后 一拳打在了伊佐纳脸上 随后一个核弹踢 将他踢得翻了白眼 就在嬉笑和半肩感觉不妙时 伊佐纳又重新站了起来 此刻的他只感觉棒极了 他一拳打向Mikey Mikey侧身躲开这一击 随后一拳打在了他腹部 Mikey问伊佐纳 为什么不爱惜兄妹 要是他肯敞开心扉 自己和爱马都会接受他 这一刻伊佐纳看到了真一郎和爱马 可他们都站在Mikey那边 无法接受这一切的伊佐纳 抢过嬉笑的枪 对准了Mikey 见伊佐纳完不起 千东大骂 她是个跟嬉笑一样的老六 此刻的伊佐纳只想干掉Mikey Mikey毫不畏惧 龙肩却急了 他让Mikey不要刺激伊佐纳 但Mikey没有听他的 他让伊佐纳有种就开枪 就在伊佐纳扣动扳机时 赫迪冲过来打掉了他手中的枪 这把枪好巧不巧地掉到了嬉笑脚边 伊佐纳怎么也没想到 最忠心的赫迪竟然敢反抗他 赫迪让他不要闹了 是我们输了 赫迪想起了第一次遇见伊佐纳的时候 那时他正在祭拜过世的父母 他的父母都死于意外 他脸上的疤也身内是留下的 赫迪让伊佐纳不要管他 接近他的话 伊佐纳也会被欺负 伊佐纳一脚踢散了土堆 他告诉赫迪 死了的人就给我忘掉 你的父母已经无法保护你了 而且没有任何价值的你没有人需要 所以我给你生存价值 从今天起 我就是国王你是仆人 做我的仆人活下去吧 那天赫迪本打算寻死 是伊佐纳给了他活下去的理由 后面赫迪一直跟在伊佐纳身边 不管伊佐纳的想法多扭曲都无所谓 他愿意为伊佐纳而死 所以他不希望伊佐纳露出这等丑态 他不想看到伊佐纳没出戏的样子 伊佐纳没有理会赫迪 他转身叫干部们拿下赫迪 干部们很有自知之明的并没有动 赫迪让伊佐纳清醒点 你已经在总长的单挑对决中输掉了 伊佐纳让赫迪滚开 他还可以再打下去 这东京复仇者天竹篇最高能的一级 古道终于将嬉笑逼到了绝境 两人即将展开宿命对决 龙坚也将空手与拿着武器的半肩 完成之前未完成的决斗 时间回到不久前 因为嬉笑先前的一枪 打在了赫迪的右肩 所以赫迪并无大碍 此刻他终于醒悟决定干掉嬉笑 可嬉笑有枪在手 直接对他连开了三枪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身为王的伊佐纳竟然替夫人挡了子弹 面对赫迪的询问 伊佐纳傲娇地表示 区区仆人还敢给我添麻烦 身体不由自主地就动了 伊佐纳告诉Mike 这场抗争是天竺输了 赫迪让伊佐纳不要说胡话了 他可以说天竺输了 但这话绝对不能从伊佐纳口中说出 此时天竺的小卡拉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武藤催促他们去叫救护车 他们才知道是总长和赫迪重担了 伊佐纳问Mike 你说你想拯救我 Mike表示 那是当然 我们是兄弟啊 伊佐纳告诉Mike 有天他去游戏厅偶遇了抛弃他的妈妈 让赫迪先回去后 他站在门外纠结着是否要进去 就在这时 身后路过了一对母子 看着小孩对着他妈妈撒娇 伊佐纳鼓起勇气进去了 他来到女人身后 问女人为什么从来没看过他 为什么要抛弃他 女人告诉伊佐纳 他并不是自己的孩子 而是自己前夫和一个菲律宾的女人生的小孩 并且前夫还被小混混捅死了 无法接受这一切的伊佐纳找到了真一郎 他一拳将真一郎打倒在地 质问真一郎早就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不告诉他 真一郎认为这不重要 即使没有血缘关系 他和伊佐纳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伊佐纳觉得这很重要 为什么真一郎要出现在他面前 从头到尾的孤独他还能忍受 但拥有的幸福突然被夺走 就仿佛跌入了地狱 留下忏悔的泪水后 伊佐纳便没了呼吸 贺蝶挣扎着爬向伊佐纳 他告诉伊佐纳 自己不会让他寂寞的 自己很快就会过去陪他 此时天空下起了雪 恍惚中 贺蝶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雪天 他和伊佐纳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 两人还建了一个城堡 这是他们的王国 他们在里面制定机密计划 要在长大前创造最强的王国 伊佐纳当国王 贺蝶管理一个中队为国而战 他们要让所有无依无靠的人来当国民 给他们创造一个容身之所 Mikey告诉在场的所有人 这场抗争结束了 所有人现在马上离开这里 他会留下来收拾残局 灰骨兰蹲到了两人面前 虽然贺蝶还没有凉 但气氛都到这了 他只好将两人的眼睛都合上了 接下来该处理嬉笑了 就在嬉笑要被吓尿时 半间骑着摩托将他扛在了肩上 如果让嬉笑跑了 历史可能又要重演 龙肩让武道赶紧上车 可武道又放心不下日向 Mikey看出了武道的顾虑 他让武道去做该做的事 日向交给他来保护 终于把嬉笑逼入绝境了 过去发生的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 最开始嬉笑为了篡夺东万派人刺杀龙肩 随后教唆一武刺杀场地 在未来杀了日向和千东以及职人 现在又杀了爱马和伊佐纳 武道发誓这一次绝不会让他跑掉 眼见双方距离越来越近 嬉笑扯着半间的衣服催促他骑快 拉扯间摩托侧滑摔在了路边 等嬉笑起身时 武道已站在了他的面前 武道准备跟嬉笑来一场真男人的对决 可嬉笑害怕极了 果断选择逃跑 武道想去追却因为脚上的枪伤摔倒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 龙肩拎起武道将他背到了背上 他调侃武道这下扯平了 上次他被轻将刺伤 是武道被打 这下刚好对掉了 龙肩猜测武道早就知道他会死了 虽然他不知道未来发生了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武道一直在赌命战斗 看来这幕后的黑手就是嬉笑 就在要追上嬉笑时 武道看到半间拿着钢管打了过来 在武道的提醒下 龙肩及时用手肘挡住了半间的攻击 他让武道先走了 这里就交给他了 在龙肩准备与半间单挑的同时 嬉笑逃到了一个转角 武道刚追上去 嬉笑就给他一百砖 然而这点小伤对武道来说是小意思 他挨下这击不仅没有倒下 还反手给了嬉笑一拳 两人谁也打不倒谁 此时镜头给到了武道身后的一辆卡车 下级的MVP即将出场 是东京复仇者天竹篇 武道最高光的一集 也是本季的最后一集 武道不仅用从麦丁娜学来的核弹梯 一脚风声 还一拳打得嬉笑落荒而逃 最终成就卡车司机拿下本季的MVP 时间回到不久前 没时间悼念黑穿衣佐纳了 接下来登场的是花园武道 武道正在与嬉笑展开真男人的对决 两人你来我往谁也无法打倒谁 但终究是武道取得先机打破了僵局 他推倒嬉笑坐在他身上 开始了语言和动作的双重输出 因为嬉笑很弱 所以总是利用他人 从最开始的爱美爱主 到后来的巴流巴罗以及现在的天竹 说到底嬉笑只是一个胆小鬼 只靠自己一个人就什么都做不了 嬉笑接住武道的拳头反驳道 成为领袖需要的不是蛮力 不管做什么都需要拟定完美的计划 武道再次暗倒嬉笑 他告诉嬉笑 能被他破坏的还算什么完美计划 嬉笑让武道闭嘴 他本该成为幕后英雄 第一个计划是刀了龙肩成为二把手 在背地里操控东万 第二个计划是创立一个 无人领导的巴流巴罗摧毁东万 让Mikey成为总长 第三个计划是煽动天竹灭掉东万 最后操纵Mikey 到时整个地下世界都将由他掌控 这些都是完美的计划不可能破坏得了 除了一种可能 武道一脚踢开了嬉笑 至今他都还清晰记得未来那晚的景象 目睹日相遇害后 他对着熊熊烈火发誓要成为东万的总长 未来发生这一切的地方 就是现如今武道站着的位置 武道告诉嬉笑 未来就是嬉笑派人在这个位置刀了日相 这场在过去与未来不断往返的战斗是时候结束了 今天他要和嬉笑在这里做个两段 武道冲上前揪住了嬉笑的衣领 就在这时 武道看到了一段画面 画面中的人是未来的日相 嬉笑突然笑了 果然跟他猜想的一样 武道真的是一个穿越者 武道让嬉笑先别笑 他想知道嬉笑为什么每次都要叨了日相 文婷此言 嬉笑顿时明白未来的自己肯定失败 也就在这时 武道再次看到了刚刚的画面 雪地里 嬉笑从口袋拿出精心准备的钻戒对着日相求婚 就在他以为自己拿捏了日相时 日相果断拒绝了他 嬉笑将在了原地 他怎么也想不到以他如今的地位 日相还会拒绝他 看到这里 武道终于明白原来嬉笑也喜欢日相 嬉笑掏出枪对准了武道 他告诉武道 读小学的时候 大家都称他为神童 每次模拟考他都是全国第一 每当这时日相就会过来夸奖他 他虽然假装不在意日相 但他其实已经喜欢上日相了 并且他坚信日相也同样喜欢他这个神童 直到有一天 英雄出现了 武道的英雄救美成功夺走了日相的心 那天后 嬉笑就一直跟踪武道 他发现武道不仅是不良为英雄 还梦想有天成为岛国第一的不良少年 嬉笑虽然不解不良这种人为什么会是英雄 但他还是查阅了字典 并且进行了走访调查 最开始他找的是爱美爱主的肠内 但这家伙资质有限 于是嬉笑继续搜寻了关东一带所有不良少年的情报 最终他发现了那个男人 东京万会的总长 左野万次郎 人称无敌的Mikey 此时一个计划在嬉笑心中浮现 就在去年夏天 他准备将计划实行时偶然遇见了武道 但武道当时并没有认出他 这一刻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此时武道已忘记而失的初心 但嬉笑暗自发誓自己绝对要成为岛国的第一不良 他将实行自己制定出的缜密计划 P毫无疑问 有成为岛国第一的资质 很适合成为嬉笑操控的傀儡 是嬉笑成为岛国第一不良的最佳媒介 为此他想了一个十年大忌 用一年时间取得Mikey的信任 再用两年时间操控他 三年时间一起称霸东京 四年时间掌控全国 总计十年 嬉笑将取得岛国第一不良的这个称号 到这时他就可以和日向洗劫联礼了 但是武道妨碍了他多少次 穿越了多少次时空 武道没有回答 他反问嬉笑 是不是因为被日向拒绝 才恼羞成怒地叨了日向 重复一次又一次 西向想不明白 明明他那么爱日向 可日向就是不愿意回头看他一眼 原因肯定出在武道身上 他就应该早点叨了武道 武道再也忍不了了 他用从Mikey那学来的核弹 踢一脚踢飞了嬉笑手中的枪 然后抢先一步捡起枪对准的嬉笑 话虽如此 武道却迟迟下不了手 但想到只要嬉笑死掉 日向就能得救 武道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就在他要破动扳机时 武道虽然很疑惑日向 为什么要阻止他 但对上日向的眼神后 他还是缓缓放下了枪 趁此机会 嬉笑想要夺回枪 在Mikey的提醒下 武道及时反应 没有被嬉笑抢走枪 拉扯间两人摔倒在地 枪也掉了出去 嬉笑想去解 武道蓄力一拳打出了Mikey的气势 挨下这拳后 嬉笑再无勇气战斗 他果断跑路想着有朝一日 要卷土重来 甚至还要染指日向 武道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他大脑飞速思考着嬉笑究竟要逃去哪里 能让嬉笑穿越时空的因素是什么 他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嬉笑 文婷此言 嬉笑停了下来 此时他丝毫没注意到 自己站在没有红绿灯的路中间 他反问武道 真以为他能穿越时空吗 武道亚麻呆住了 嬉笑居然在仅有一次的人生中 多次将他这个穿越者玩弄于鼓掌之中 两人谈话间 一个司机正睡眼朦胧地 开着大火车驶来 等他突然发现前方站的人时 已经来不及了 嬉笑刚想对武道说些什么 飞驰的大火车便撞了过 看嬉笑的姿势应该是被车碾了 他痛苦的声音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可他骨头禁断已经没救了 在这最后时刻 他开始回想自己与武道发生的一切 被Mikey赶出东万时 他偷看过武道 盛夜决战前的临时合作时 他也偷偷注视过武道 场地将东万托付给武道时 他也默默看着 刚加入东万时 被武道揍的感觉他至今都没忘 龙间遇袭时 他之所以一直关注武道 是想成为武道这样的人 可武道是他触摸不到的曙光 他终究还是掉入了黑暗泥潭 Mikey和日向感到时 嬉笑已彻底凉凉 为了不让日向留下心理阴影 Mikey连忙挡住了日向的眼睛 让他不要看 另一边 拿着钢管的半肩 依然被龙间空手给虐了 此时半肩还以为至少嬉笑 应该已经逃掉了 至此 这场天竺与东万总计 约500人的关东士边落下了帷幕 天竺的五名干部被 左野爱马 黑川伊佐纳 嬉笑铁台死亡 其他人各回个家各找个妈 可可独自走向了属于他的道路 三徒看着武藤被捕的方向 已经在想着等武藤出来时 怎么叨塌了 几天后 武道拄着拐杖来到了贺迭的病房 因为贺迭只是被捕重担 被抢救了回来 他告诉武道 伊佐纳死了 天竺的梦想也到此结束了 武道认为 这取决于贺迭自己 因为嬉笑也死了 自己的战斗也结束了 可不知为何 从嬉笑丧命的那天起 自己就无法停止颤抖